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丰盛亲全的朋友 今天我们进到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 有几句话感动我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上帝知道哪一些地是要给他们的 哪一些地不是给他们的 所以照上帝的指引来走就不会理错 到第二章的十九节 神说你们靠近亚门人的地 不可扰害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争战 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悦 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主孙为悦 你看上帝所约是不是 罗德 上帝已经把亚门的地赐给他们了 所以你们就不必征战 就走过去就好了 到来基礼墨的旷野 我去猜见 提斯本王西红 用和睦的话对他们说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主走大道不偏左右 也请你卖粮给我吃 我可以买水给我喝 但是在三十节有一句话 但是这个王就不肯 他们要平安地走 他们不肯 有一句话是什么 上帝的使他心中刚硬 性情亡梗 唯要将他交在你手中 像今日一样 所以 有时候你遇到很不讲理的人 你对他很好 然后你对他照理来做 但是他不肯 上帝说 因为我使他刚硬 要将这地赐给你 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 不凭眼见 不凭自己的想法 乃是相信上帝会把这地赐给你 他怎么说 我就怎么走 这个民主你经过不要争战 你就不要争战 不要说 哦 这里很好 那就错了 当你要经过这个西红 西西本的网 你遇到困难了 但上帝说 没关系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我会为你争战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到了八三王的地方 他呢 也希望能够 平安的过去 但是呢 八三王就不肯 就出来交战 因为上帝的帮助 就得胜战 就得了六座城 没有一座城 没有一座城 不给我们所得 奇妙吗 所以 我们要记着一句话 真战的是耶和华 上帝 上帝将八三王 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得了六座城 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上帝一直在显示他们说 我是你们的领袖 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要照我的计划走 就不会错 不要照自己的意识 想要去强夺 这个地我会买不可 这个生育我会做不可 不是 你凡是祷告 有时候你得不到 你反而感谢 神感谢你 因为有你的美意 这就是神的百姓 跟随走的道路 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到了这个第三章的 二十二节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那真战的是 耶和华你的神 记得这一句话 不要害怕 因为真战的是 耶和华你的神 人生有许多 很困难的道路 但是 替你争战的是神 这是我们的力量 也是我们的盼望 当然今天上帝重新提起我们 信靠他的心 顺服他的心 神要给的 你去领受 神不给的 你也不必哀叹 也不必靠着自己 要去强夺过来 不需要 每一次上帝的带领 是对的 你就照着这个路来走 为你 征战的是 耶和华你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对我们的一切 有好的计划 也有好的引导 求你保守我们 求你生的活在你里面 该得的 才去得 不该得的 也不必 失去的 也不必哀叹 主啊 你替我们争战 胜过一切 敌人的 侵袭 攻击 都不害怕 保守我们的心 专一仰望你 全心信靠你 祷告感谢靠子的名 阿们